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前年中央政府的總稅收是短增了2000多億 短增金融沒效嘛 整個經濟瀟小嘛 短增了大概是51到100億 我的印象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過去民進黨在財政的一個努力嘛 跟國民黨現在的狀況 這個數字會說話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國民黨一上台 移政稅馬上調降喔 你可以去查去年的移政稅相關的稅收有沒有增加 有沒有增加 沒有欸 贏索稅從過去的20% 調降到17%欸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國民黨在整個財政狀況處理是有問題嘛 那再提到說 再提到說 相關的這個有關這個國家 國有資產的一個處理 民進黨是做一個比較有效率 包括這些公民事業的一個民營化等等相關的處理 對整體的國家的財政狀況是有效的嘛 所以我覺得羅委員講話要就事論事啦 過去你看 民進黨包括二高 包括相關的這個建設 這個東西像快速的一條一條在做 是投注了很多相關的政府的預算 在有關資本門的一個支出嘛 所以預算應該是要全貌來看 討論到社會福利支出 你不能說每次說討論就是老人要照顧 你就說政府的意思不夠 這個我沒有辦法贊成 民進黨主張是說 在現有的一個財政狀況許可的情況之下 你政府有關社會福利的支出 你要合理的分配嘛 所以你18%這個部分 你不能說民進黨不對 結果你國民黨都越調越多 你不能說相關的這個要加薪 公務員就帶頭加薪 我覺得這樣坦白講 對所有這些中下階層的人來講 是不公平的嘛 好 廣告中文我們要請觀眾朋友來看的是 不是說我現在要賺錢之前 我就跟你說我老農今天要調漲 這樣就叫做有照顧農民 這是很短式的 很短期的做法 而是長期來看 農民的生活有沒有真的被照顧到 那麼現在的政府 為什麼馬政府整個南部的選票整個流失了 問題出體得為 是他有一些政策上很明顯的